我拍台湾电影 说台湾故事 我是魏德胜 欢迎收看导读台湾 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 一生坚持反共抗恶 主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就是这样的雄心壮志 弥漫在当时整个台湾社会 到了1971年 蒋介石仍然检守汉贼不两立 愤而退出联合国 却埋下台湾和美国断交 中共和美国建交的隐忧 台湾在风雨飘摇的汪洋中航行 不少人看不见国家的未来 而为了一己之师 化身成为投共人士 当年随着政府来台的士兵们 判着两年返攻 五年成功 等到的却是在坟前内见双亲 从汉贼不两立 到两岸开放探亲的过程 今天节目里会一一为大家说明 台美断交的这一年 金门防卫司令部所属的 马三连连长林立夫 兴起投共的念头 他选在最大推朝日行动 带着军级资料抱着篮球 球涌两公里抵达厦门 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 投共的军官 虽然林立夫成为中共宣传 统战的样板人物 但是在台湾 则是摆脱不了叛徒和通缉令 1978年台美断交 两岸关系情势紧张 但就在5月16号这一夜 金门战地却传出 位居前前要职的连长 人间蒸发了 消失的连长跑哪去了 没有人知道 整个战地大地震 大概是9点左右 他的连长有人去跟他报告 有新兵来报告 就找不到连长 连长就不见了 他怕连累别人 所以他会宣布说 今天晚上会有事情 那你就不用跟连长报告 该开枪的就直接开枪 这名消失的连长 就是现今担任中国全国政委 也就是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的 林毅夫 林毅夫一生改过三次名字 原本名字为林正义的他 是宜兰农村子弟 努力考上台大 学生时代的他非常火药 参与非常多的政治活动 1971年 当时退出联合国 退出联合国 所以他带领的同学 那么这个号召要举行 校园节食 然后还有推动了一个办座谈会 也就是反对共匪 混入联合国 这些情况 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他的确非常的不一般 但后来的事情 让他一举要上新闻版面 更成为当时蒋经国 吹台青政策的台籍样板青年 因为他是当年的大中国教育 的一个影响 这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从一个台大的学生 居然要改去念军校 所以他就变成 当时非常受瞩目的一个人物 大中国思想是其一 但背后也有他私人的盘算 当时的青年学子 都流传着一句话 来来来 来台大 去去去 去美国 上了台大的林毅夫 发现事情 却好像不如他所想 林毅夫知道第一个 他的成绩在台大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念完的 那他去加入国军的话 当时国军是说 当时陆军官校最优秀的学生 是都可以送到美国去留学 所以他们 他当然是希望讲说 以他的成绩念陆军官校 一定是前几名 他一定有留学的机会 哪里想到加入加入之后没多久 中美关系逐渐的正常化以后 美国就不再接受台湾的这些军校学生 去就读吗 但台湾并没有亏待他 反倒在他陆军官校毕业后 让他去读政大企严所 取得硕士后才安排他到部队 而且还是给他到天下第一连之称的 马山连当连长 所以你可以想见被派到这里来当主管 当连长应该是一个军方 对他非常倚重 非常信任 而且是要大大培养的一个角色 以军职看来他前途四井 但这真的是林义夫心中所愿吗 以他之前断然放弃台大 选择军校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留学海外 军职会是他的最后选择吗 那我能够推测的就是说 因为在1979年那个时候中美断交了 中国大陆是由人大常委会发表了一个 告台湾同胞书 同时呢就停止了在金门前线的炮击 那么这个表明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台湾的政策 开始从写起台湾 现在变成要叫和平统一 那这个表示说 中国大陆要改革开放了 因为在1978年的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 他们已经通过了改革开放 那对林义夫这样一个受到 大中国主义教育灌输 那么的一个台湾青年 我相信他有很大的一种触动 游到对岸真有这么简单吗 以地理环境来说 金门马山连这个点距离大陆仅仅两公里远 但要考量的是潮汐问题 两岸海上巡防 以及上岸后的地雷布阵 但林义夫心里的声音大过一切 最后决定拿命去赌换一个未来 据说当时他选在最大退朝日行动 还抱着两颗篮球投靠第一营 但林义夫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讲说没那么复杂 他就是把他身上的军籍证明 还有一些资料带着就游泳过去 林义夫叛逃让军方高度紧张 但因为是军方一大污点 对外一律风口 后来以殉职为名 甚至还发给他老父亲一笔抚恤金 带队金门岛上官兵是全体总动员 下令搜 全金门当时有十万大军 包括这个老百姓 只要每个家里有男生都要出来 每个人手绑白布条 右手持一只棍子 棒棍 每个人手牵手 左边金门的每一寸土地 不单单是对金门弟兄的影响 也正因为吹台青的样板 一夕之间被摧毁 连累到跟他一样的台籍本土 诚信军官的升迁 甚至深深影响到 日后台籍青年重军之路 当然日后对于整个官校的招生又改变了 军人又回头去到眷村里面去招外省人 就是这个吹台青的政策就不再 不能说是暂停 但是至少是减慢了那个速度 所以这也影响到整个台湾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但反观他到中国后 先是从军中的林正宜 三度改名为林毅夫 并在官方资助下 赴美取得经济博士学位 成为大陆第一批海归的经济学家 他也把远在台湾的希儿接到了中国 当时大陆百废待举 林毅夫恰巧站在浪头上 又成为头共的样板人物 一路破格拔拙 要升中国财经界重量级人物 而他的妻子陈云英 现今也是中国政坛响当当的人物 为中国人民大会代表 林毅夫所带领的这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还有林毅夫个人提供了很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见解 就成为这个朱镕基当年经济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 这也奠定了他在整个里头的一个地位 所以08年的时候 佐力克就推荐林毅夫来出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 而林毅夫就成为第一位非欧美国家 就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一个世界银行的副行长 林毅夫在财经上面的成就 却无法掩盖他代军职叛逃的过去 在台湾他依旧是通气犯的身份 民国91年他的老父亲过世 能不能回台湾记住也引起蓝绿一番轮战 叛逃就是叛逃还有什么话好讲呢 最终林毅夫不被允许回台 由他的妻子陈云英代夫奔丧 他人只能留在北京瑶记 林毅夫叛逃前往中国已经过了30多年 尽管成就非凡举事皆知 但唯独这条返乡之路 因着通气身份遥遥无奇